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旦出现漏了之后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 我们的漏发生的部位大小 然后根据漏的状况 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 比如说颈部的吻合漏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就做颈部吻合口切口的敞开 然后换右 通常能够比较能够比较良好的治疗 然后胸部吻合漏 胸部吻合漏是就比较复杂 尤其在早期我们做权位吻合的时候 胸部吻合漏的支持率非常高 我们死亡率达到本子50以上 然后现在我们通过管位以后 胸部吻合漏的发生 发生了以后 它的死亡率我们大概在本子20以下了 还是 主要还是一个引流 主要的质量方法还是 首先是引流保持通常的引流 然后引流满意了以后 如果以预厚的比较理想 我们可以堵 堵 引堵风三个方面 堵呢 我们主要的采用的方法 一个是最比较重要的 是指甲的 不管支甲 不管内支甲的植物 这个通常能够比较满意一些 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手术的再手术质量 但是再手术质量 我们一般不是太推重 同时还是 还是比较喜欢采用吸保手质量 我会继续与 usage的